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怎样追求真理 十四 上次交通了放下人的追求、理想与愿望中 涉及家庭的这方面内容 交通了家庭这方面内容的哪一项 上次神交通了来自家庭熏陶的一些说法 比如 三人行必有我师 要想人前显贵 必须人后受罪 一个篱笆三个庄 一个好汉三个邦 女为悦己者容 事为知己者死 女儿要富养 儿子要穷养 人不需要智商高 只需要情商高 锣鼓听声 听话听音 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一共交通了这八条 交通了放下家庭熏陶的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涉及到家庭对人思想方面的熏陶教育 有一些做了具体的交通 有一些只是提了提没有具体交通 家庭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让人留下一些回忆 让人成长的地方 也是让人的各种思想得到启蒙的地方 人怎么做人 怎么为人处事 怎么与人打交道 怎么面对各种事情 怎么在各种事情临到的时候 做出自己的判断 以怎样的角度立场来处理这些事情 等等这些方方面面 不管是比较初步的 还是比较具体的思想观点 基本上都来自于家庭的熏陶 就是在人正式走入社会 走入人群之前 人的很多雏形的思想观点 都是来自于家庭的 所以家庭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它的重要不只是让人的肉体得以成长 更重要的是 人进入社会之前 在家庭中学习到了很多 关于怎样面对社会 面对人群 面对将来的生活 人该采取的思想观点 虽然这些思想观点 在人成长期间 并没有具体准确的定义 但是这种种思想观点 种种处事的方式 处事的规矩 甚至处事的手段 在人进入社会之前 人已经从父母 或者家庭 或者家庭某个成员那里得到了一个最基本 最雏形的灌输 影响 熏陶 这些灌输 熏陶影响 都是人在家庭成长期间得到的 所以家庭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 这个重要仅仅是针对人走入社会 走入人群 进入成年人的生活 生活生存的这个层面上说的 仅仅是限制在肉体生存的这个层面上 这就可见 一个人走入社会 进入成年人的生活 家庭的熏陶对于他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成年走入社会之后 他的很多处事哲学 多数来源于父母的遗传 与家族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 家庭作为社会中最小的一个单位 他首先对人的思想 对人各种处事的方式 处事的原则 以至于一个人的人生观 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由于人的各种思想观点 人的处事方式 生存观都是负面的 是不合乎真理的 是与真理无关的 甚至可以说 是违背真理的 不是来源于神的 所以家庭的熏陶 对人来说 是必须要放下的 从家庭熏陶的后果来看 家庭的熏陶 它是违背真理 不合乎真理的 是与神对抗的 从这方面实质上来看 可以说 家庭也是撒旦败坏人类 导致人否认神 抵挡神 走上错误的人生道路的地方 从这方面来看 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一个单位 能不能说 是人最起初被败坏的地方 说撒旦败坏人 社会潮流败坏人 这只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的 从具体的范围来说 家庭应该是一个最起初 让人接受败坏 接受负面思想 接受邪恶潮流 接受撒旦的观点的地方 更具体的可以说 人接受的这些败坏 是来自于父母 长辈 来自于家庭成员 还有来自于整个家族的规矩 家族的家风 传统等等这些 不管怎么说 家庭是人经受败坏 接受撒旦邪恶思想 邪恶潮流的一个最起始的地方 他是人在成长期间 开始接受各种败坏思想 各种邪恶思想的地方 他扮演着社会 这个大家庭 还有社会潮流 以及撒旦败坏人 所不能扮演的角色 就是在人还未走上社会 走入人群之前 人在家庭中就已经接受了 来自撒旦邪恶潮流的 各种思想观点 不管怎么说 家庭是你那些属撒旦的思想观点 最起初的来源之地 所以 要想让人放下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 除了要分辨解剖 来自社会的一些广泛的 错误思想观点以外 还要分辨解剖 来自于家庭熏陶的 种种思想观点 或者各种处事原则 因为家庭本身 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教会 也不是神的家 更不是天国 它就是败坏人类之间 组成的社会中 一个最小的单位 这个最小的单位 也是败坏人类构成的 所以 人要想摆脱 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 束缚 捆绑与困扰 首先对家庭 熏陶你的各种思想观点 应该有所反思 认识与解剖 达到能够放下 这就是放下家庭对人的熏陶的 一方面准确的实行原则 之前咱们交通了 家庭对人的熏陶 涉及人的人生观 生存法则 为人处事的原则方式 或者是进入社会 一些不成文的游戏规则 等等这些内容 那这些内容里 涉及到的人生观都有哪些 比如 人过流明 艳过流生 人活脸面 树活皮 家庭给人灌输的 图事原则有哪些 核为贵 忍为高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还有什么 一个篱笆三个庄 一个好汉三个邦 还有锣鼓听声 听话听音 这些也是属于 处事的方式 原则 那有没有社会游戏规则 这一类的 枪打出头鸟 是不是 言多必有诗 这个也是 还有那些 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这个也是 但是咱们上次没交通 还有 父母常常告诉你 在外做人 得有眼力见 学得嘴甜点 眼睛灵活点 得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不能那么死板 还有 哄死人不偿命 在哪儿都得学会随大流 法不择重 人家做你也做 人家不做你也别做 这些都是社会游戏规则 一类的 还有 女为月己者容 事为之己者死 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这一类属于什么 属于生活范畴里的说法 告诉你 告诉你怎么生活 怎么对待自己的肉体 还有 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世上只有妈妈好 虎父无犬子 养不教父之过 这些都属于肉体亲情 情感方面的思想观点 还有 人常说 死者为大 人一死了就变大了 你要想地位高 要想让人评价好 有威望 那你就得死 死了就变大 死者为大 都是什么浑蛋逻辑 说什么 人死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死者为大 给他留点面子吧 不管这人 做了多少坏事 一死就变大了 这是不是善恶不分 做人没有原则 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这个咱们上次 做了一些具体交通 养不教父之过 虎父无犬子 等等这些说法 没交通 但这些是不是好分辨 养不教父之过 这话对不对 好像父亲的教育 多重要似的 父亲能把人带到 什么道路上 能引导你走向正道吗 能引导你敬拜神 做真正的好人吗 父亲告诉你 男儿有泪不轻弹 但小孩年龄小 有委屈就得哭 父亲就训斥 别回去 男子和大丈夫 说流眼泪就流眼泪 没出息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你就觉得 我不能流眼泪 我流眼泪就是没出息 有泪含在眼里也不敢哭 到晚上趴在被窝里偷偷哭 就是作为男性 连正常的情感抒发与表达的权利都没有 你没有选择哭的权利 你有委屈 只能憋着 这是父亲对你的教育 也是养不教父之过的真实含义 父亲母亲这么教育 上一辈老人也这么教育 一个男孩子说哭就哭 受点委屈就哭 在外面挨打了就哭 没出息 他打你 你不会打他吗 他打你 你以后不跟他玩 见了他能打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你看韩信兽胯下之辱 人家就不哭 那才叫男子汉呢 这就是父亲教育儿子的方式 与给儿子灌输的男子汉思想 男人有苦不能言 有泪不能流 就得憋着 你说男人得受多大委屈吧 在这个社会上 男人得养家糊口 还得孝顺老人 不管多累也不敢吱声 不管受了什么委屈 也不能发泄 这对男人 这对男人是不是不公平 你们父亲这么教育你们的时候 你们觉得怎么样 有时候你要哭 你父亲会怎么说 我某某某某英明一辈子 要强了一辈子 我怎么生你这么个脑肿啊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一个人都养家了 哪像你 娇生惯养 没出息 你们什么心情 父亲母亲总教育你 爷爷奶奶也这么教育你 男子汉是家里的顶梁柱 家里养你为啥呀 供你上大学为啥呀 就是让你顶起这个家 不是让你有事就哭 有事就委屈 父亲长辈这么说的时候 你们什么心情 是委屈还是很自然地接受 心里会觉得压抑委屈 那是不得已接受 还是心里有怨气呀 有怨气 但还得不得已地接受 为什么能这样做呢 觉着在这样一个环境 或者社会制度下 没有办法 这个社会对男性的定位 就是这样的 生在这样一个社会 大环境之下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你父亲 长辈对你的教育 也是来自这个社会 他们接受了这样的 思想教育之后 又把这种来自社会的 思想灌输给你 其实当初他们在未成年 接受这些思想观点的时候 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等到他们成年之后 他们又把这方面的思想 传给下一代 他们不考虑下一代人 该不该接受这样的 思想观点 也不考虑这样的 思想观点是否正确 因为他就是这样过来的 他认为 人就应该这么活着 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 接受了这些思想 就能在社会立足 就不被人欺负 为什么他们也受了这样的委屈 也跟你一样觉得压抑 有怨气 他们还要把这些思想观点 传给你呢 原因之一就是 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 从社会来的种种思想观点 这些思想观点 能让人融入社会潮流 达到在社会上立足 因为所有人 都是以这些思想观点为指导 为准则而活着 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此有疑义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想去冲破它 背叛它 这是一方面 就是为了生存 另一方面 也是最主要的一方面 就是人没有分辨正面事物 与反面事物的能力 为什么没有 因为人不明白真理 不具备任何涉及人生存 处世 或者是人所走道路的正确思想观点 人为了要适应这个社会 融入这个社会 融入这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 这个人群中生存 人必须主动 或者被动地接受 社会给你制定的 种种处事原则 或者游戏规则 人适应 人适应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在社会上立足 能活下去 但是因为人不明白真理 人就只好选择来自社会的这些处世原则 游戏规则 所以作为男性来说 当父亲教育你 男儿有泪不清谈的时候 你心里虽然委屈 想发泄不满 但是你也没有其他办法驳斥他们 对他们所说的也没有任何分辨 心里最终接受的理由就是 虽然父亲的话说得有点刺耳 不好听 虽然这些话接受起来有点违心 但因为父亲是为了我好 我就应该接受 出于良心 出于孝心 人只能委屈求全地接受这些思想观点 不管是家庭对人哪方面的熏陶 人都是在这样一种情形里 以这样一种方式不断地被灌输 最终身不由己地接受 人在不断接受的过程中 这些错误的负面的思想观点 就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 或者是慢慢地缓缓地渗透到人的思想观点中 变成了人处事为人的种种根据 这个过程很形象地说 就是人经受败坏的过程 接受错误思想观点的过程 也就是人经受败坏的过程 那人被谁败坏了呢? 抽象地说是被撒旦败坏了 被邪恶潮流败坏了 具体地说就是被家庭败坏了 再具体一点 可以说是被父母败坏了 这话如果在十年前说 你们可能都接受不了 可能都得敌视我 但现在你们多数人从理性上 都能接受这话是对的 都能阿门这话 是吧 为什么这话是对的呢? 那就需要人在经历的过程中 逐步地体验 你体验得越具体越深刻 你经历得越到位 那你对这方面的话 那你对这方面的话就越赞成 家庭的熏陶中 涉及到为人处事的游戏规则 应该还有不少 像父母常常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傻乎乎的就是个实心眼 父母常常这么说 甚至长辈在你耳边 也常常唠叨这些话 告诉你 要做好人 别害人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人都坏着呢 你别看人家表面跟你说得好听 背后人家怎么想 你不知道 人心隔肚皮 画龙画虎 男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话有没有正确的一面 从字面上来看 每句话都没有毛病 人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 人的心是凶恶的 还是善良的 这没法知道 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什么 人没法看透 这话表面意思是对的 但它仅仅是一种道理 最终人根据这两句话 总结出来的处事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是老人言 老人家长常常这么说 总告诫你 多长个心眼 别傻乎乎的 心里有啥就说啥 学会防备人 提防人 再好的朋友 也不能跟他交实底 不能交心 不能把命卖给他 老人劝诫的这些话 对不对 理论上出发点是好的 是为了保护你 不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 为了保护你 不被人坑害 不被人骗 保护你的肉体利益 也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保护你的命 不让你惹上什么麻烦官司 也不要陷入任何试探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欢欢乐乐地度过每一天 家长老人的出发点 无非就是为了保护你 但是保护你的方式 告诫你的原则 还有灌输你的这些思想 并不是正确的 他们的出发点 虽然是对的 但是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 无形中让你走入了一个极端 他们灌输给你的这些思想 就是人处事的原则与根据 当你交往同学同事的时候 交往工作搭档上司的时候 交往社会各阶层 各类人的时候 父母所灌输地保护你的这些思想 无形中 在你处理人际关系这些事的时候 成了你最基本的一个护身符 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我不害你 但是我得处处提防你 以免你骗我 以免你骗我 以免我惹上麻烦 惹上官司 情家荡产 家破人亡 或者锒铛入狱 你在这样一种思想观点的支配下 以这样的处事态度 生活在这个人群中 你只能变得更压抑 更疲累 身心俱疲 然后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人类 更加抵触反感 也更加的厌增 厌增他人的同时 也看不起自己 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人 活得很累 很压抑 为了不被人害 处处都得提防人 处处都得做违心的事 说违心的话 为了达到保护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人身安全 处处戴着假面具 伪装自己 从来不敢说一句真实的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生存现状之下 你的内心是不得释放 不得自由的 你常常需要一个 对你没有任何害处的 永远不会损害你利益的人 向他倾诉你的心理化 发泄你内心中的不满 发泄完之后 你也不用负任何责任 也不会招致讽刺 挖苦嘲笑 不用承担任何的后果 在以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种思想观点 为处事原则的情况下 你的内心是恐惧的 是不安的 当然也是压抑 不得释放的 你需要人来安慰 需要倾诉对象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 父母告诉你的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一条处是原则 虽然说能保护到你 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了你的肉体利益 人身安全 但同时又让你感觉 压抑痛苦 不得释放 甚至让你更加厌烦 这个世界 厌烦这个人类 同时你内心深处 也隐隐地厌烦自己 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 邪恶的时代 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 邪恶的人群中 你不明白 人为什么要活着 人活着为什么这么累 人活着为什么要戴假面具 为什么要处处伪装自己 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要处处防备人 自己想说实话也不能说 因为说了会有后果 自己也想做一回真正的人 光明磊落地说话 做人 不做卑鄙小人 不在背后做龌龊的事 见不得人的事 不是静在阴暗里活着 但是却做不到 为什么自己不能 堂堂正正地做人 在回想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心里就隐隐地感到不耻 痛恨 验增这个邪恶潮流 邪恶世界的同时 也深深地厌恶自己 厌恶现在活成这样的自己 但是人没有办法 虽然父母言传身教 给了你一道护身符 但是仍然让你觉得 活得没有幸福 没有安全感 当你感觉没有幸福 没有安全感 没有人格尊严的时候 你一方面感谢父母 给了你这样一道护身符 同时也验增父母 给了你一把这样的枷锁 你不理解父母 为什么告诉你这样做人 为什么你必须这样做人 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才能融入这个人群 才能保护到自己 虽然它是一道护身符 同时它也是一道枷锁 让你内心感觉既爱又恨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没有正确的人生道路 没有人告诉你 应该怎样活着 怎样处理临到的事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 这样做事对还是错 你接下来的路 应该怎样走 你只能在迷茫 彷徨 痛苦与不安中度过 这就是父母家庭 给你灌输的处事哲学 带来的后果 让你最简单的一个愿望 做一个简单的人 就是不用这些处事手段 能堂堂正正地做人 这样的愿望 都不能得以实现 你只能猥琐地活着 只能委屈求全地活着 你只能为自己的脸面活着 为了防备别人 而把自己变得特别强势 为了不被别人欺负 而假装自己很强势 假装自己很高大 假装自己很厉害 很了不起 你只能这样违心地活着 这些都让你感觉厌恶自己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没有能力 没有路途去摆脱 这些处事方式 处事手段 你只能任凭这些 来自家庭父母 对你熏陶的思想的摆布 人都是在这样 不知不觉的过程中 被家庭被父母灌输的思想 所愚弄所控制 因为人不明白真理 不明白人应该怎样活着 所以人只能听天由命 即便良心有那么一点知觉 有那么一点愿望 想活得有点人样 想与任何人公平相处 公平竞争 但是不管你有怎样的愿望 你也没法摆脱 来自家庭的各种思想观点的 熏陶与控制 你最后只能回归到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种来自家庭 对你熏陶的思想观点之下 因为你没路可走 你没有选择 这些都是因为人不明白真理 人没得着真理而造成的 当然父母也告诉你 画龙画虎 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告诉你防人之术 让你防备人的根源 就是因为人都很狡猾 你看不透容易上当 他的内心跟表面 不一定是一样的 也可能一个人表面 仁义善良 但是内心却如蛇蝎一样毒辣 也可能一个人表面 传讲仁义理智信 说得特别好听 满口仁义道德 但是内心深处 灵魂深处 却是特别的龌龊 卑鄙 下作邪恶 所以你只能按着 父母灌输给你的思想观点 去对待人 与人相处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画龙画虎 难画骨 知人知面 不知心 这是父母灌输给你的一个最基本的处事原则 也是灌输给你的一个最基本的防备人 或者看待人的准则 从父母的出发点来说 是为了保护你 为了让你防身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这些话 这些思想观点 让你更加觉得 这个人世间的险恶 人的不可信赖 让你的内心深处 对人没有任何的好感 但是 究竟怎样分辨人 怎样看待一个人 哪些人可以相处 人与人之间 应该有怎样正当的关系 应该怎样按原则与人相处 怎样达到与人公平相处 和睦相处 对这些事 父母都一概不知 他们只知道用诡计 用手段 用种种游戏规则 处事手段 来防备人 来利用人 控制人 达到保护自己 不被别人坑害的目的 哪怕别人被自己坑害多苦 都无所谓 父母在教导子女 这些思想观点的同时 他们所灌输的东西 只是教会了你一些 处事手段 仅仅仅仅是手段而已 这个手段包括什么呢 各种诡计 各种游戏规则 怎么讨好人 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 怎样获得自己的利益 更大化 这些原则 这些原则是不是真理 是不是人该走的正道呢 没有一样是正道 那父母所灌输给你的 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什么 他不合乎真理 不是正道 也不是正面事物 那他到底是什么 都是败坏我们的撒旦哲学 从结果上来看 他是败坏人的 那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什么 像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是不是与人相处的正确原则 不是 都是一些反面的东西 都是从撒旦来的 反面的 从撒旦来的 那他的实质 性质是什么 是不是诡计 是不是手段 是不是工心术 不是进入真理的实行原则 不是神教导给人的正面的 做人的原则方向 它是一种处事手段 是诡计 还有 像画龙画虎南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些话的性质 是不是也一样啊 这些话是不是告诉你 要变得轨道 做人别那么简单 别那么单纯 别那么耿直 让你得有诚服 别让人一眼就看穿 这种思想观点 给你带来的具体的处事原则 是不是也是让你跟人相处的时候 得有手段 得学会工心 得学习每一个时期 在人中间流传的游戏规则 有些人说 父母告诉人这些话 是告诉人要防备人 要学会看人 那他告诉你怎么看人了吗 他不是告诉你怎么看人 不是让你按照正确的原则 去对待不同的人 而是让你采用相应的阴谋轨迹 来迎合各种人的需求 迎合各种人的手段 比如你的老板上司邪门 喜欢女人 你一看 外表堂堂正正的大老板 好像挺正派 其实他背后喜欢女人 他灵魂深处是这么个东西 那好 我就投起所好 看哪个女人不错 我跟他勾搭勾搭 介绍给老板 来讨好老板 这是不是处事手段 比如你看到有的人 有利用价值可交往 但是这家伙不太好惹 你就琢磨 我得对他说溜须拍马的话 他喜欢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 人家说 今天天气不错 你说 今天天气可好了 明天也不错 他说 今天天气真冷啊 你说 就是冷啊 你咋不穿厚点呢 我这棉袄暖和 你穿上吧 他一打哈欠 你赶紧给地枕头 他一拿药瓶 你赶紧给倒水 他吃完饭往那儿一坐 你赶快把茶水漆上 这是不是处事手段呢 这叫处事手段 那为什么能有这些处事手段呢 你为什么要溜须他 你要是用不着他 他对你没有什么力 你会不会对他这样 不会 那就是人常说的 无力不起早 踢着水壶上菜地 捡有用的胶 谁对自己有用 就主动去溜须拍马 他一卸刃 一被撤职 立马人走茶凉 就不搭理他了 他给你打电话 你不是关机 就是假装战线不接 见了面 他跟你打招呼 说 今天天气不错 你就敷眼说 啊 是 再见 有事在聊啊 哪天请你吃饭 空嘴送人情 过后就不搭理 不联系了 把人拉黑了 父母给人灌输的种种思想观点 在人心中建立起一道无形的防护墙 同时也给人灌输了一些基本的处事之道 或者生存之道 让人学会了玩两面手法 也让人学会怎样融入人群 怎样在社会立足 怎样在人群中不被欺负 虽然在你走入社会之前 父母并没有具体地辅导你 临到哪些事应该怎样做 但是父母或者家庭 对你这些处事方式 处事原则的熏陶 让你有了一个基本的处事观 基本的处事原则 这个基本的处事观 处事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学会戴着面具 与每一个人交往 戴着面具在每一个人群中活着 最终达到的目的 就是让自己的名利不受损 同时得到自己想要的名利 或者达到有一个 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 从父母灌输给人的 这些思想观点 或者种种处事手段来看 父母并没有教会你怎样做人 更有尊严 怎样做真正的人 怎样做好一个塑造之物 怎样做有真理的人 而是恰恰相反 他们告诉你的 是怎样欺骗人 怎样防备人 怎样运用手段 与不同的人相处 告诉你人的心都是怎样的 人类是怎样的 在父母这些思想观点的熏陶之下 你的内心深处不断地变得更阴险 对人没有好感 在你幼小的心灵里 在你还没有任何处事手段的情况下 你对这个人类就已经有了一个 雏形的基本的定义了 也有了一个雏形的基本的处事原则 所以父母在你处事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扮演的绝对是引导你走向歧途的一个角色 他们没有让你往好道上走 没有积极正面地引导你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 反而将你带入了歧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